特戰銀豪第三幕第三章即將推出 相信各位期待的就是新角色 不幸的延期兩週 但在昨日晚上11點左右官方釋出預告片 命名了來自法國的首位 叫錢博爾 圈伯 各位觀眾歡迎來到特戰銀豪系列影片 我是乖子 相信各位昨天都收在電腦前吧 期待什麼就是新角預告片終於釋出啦 全新首位錢博爾 圈伯 預計在美國時間11月16日與3.10版本同時推出 算一算從今天起差不多兩週的時間 就是他超帥 樣貌一出來 不論是男生與女生都直接暈 完全不聊他的技能 先挨再說 當然今天這部影片不是要談論他的長相 OK 不然套用一句電影台詞好了 愛的肉咖 胖胖啊 這部影片是要分析技能 那這是因為推出時間延期 創作者實況主都沒有試玩體驗 我不確定 但應該是 所以暫時就以預告片和推特資料來分析 看看之後錢博爾是否能取代掉其他首位一枝獨秀呢? OK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先幫我點個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喜歡這部影片也無必按個讚 算是給我的支持啦 另外 怪歌社群也幾乎都開放了 想要看生活造和精華的朋友們就追蹤一下FB和IG DC主要是開台通知和日常聊天 突起的話就是直播啦 連結都在下方 有興趣的伴們記得追蹤一下 來到正題 前波二 圈本技能分析 先給各位看看這個30秒短片 有沒有看到手槍開鏡 然後那個狙擊槍也長得不太一樣 然後好像又能跟夜路一樣傳送 等等太扯了吧 首先 CGTRAID MARK 放置一個陷阱來掃描敵人 當一個可見的敵人進入範圍時 陷阱便會倒計時 接著破壞他們周圍地形 創造一個揮之不去的領域 並減緩被困在其中的玩家 整體作用有著偵查加緩速效果 絕對能有效的拖延敵軍時間 是個非常不錯的防守工具 也很像是凱座的QG電針追擊號 露出破綻和緩速的差別 更像是英雄聯盟 L2L裡面進的1技陷阱 走過去觸發緩速這樣 真的不賴 特戰一豪慢慢的融合了L2L的元素 接著 QG Headhunter 沒錯 就是影片上手槍開鏡畫面 裝備重型手槍 用配備的手槍瞄準器進行射擊 我覺得這招最特別的 是額外給你一把小槍 從剛開始的畫面 可以看到遠距離一槍頭 從點A到Bman的距離 我去測了一下 約40公尺 如果真能一發駝死 那性能絕對是高神射一些 因為神射30-50公尺 只會扣145血 但也沒辦法太確定 畢竟影片中的敵人有沒有穿甲也不知道 只是大約算了一下 詳細的後座力 子彈數以及多少錢 都還是個謎 如果真的過強了 那又該怎麼平衡呢? 還有官方是不是覺得 手衛道具太貴了 所以直接出個技能送槍 讓你不用買槍 OK 期待這支手槍的性能方面 再來1技Rendezvous 放置兩個傳送點 在地面和標的範圍內時 點擊傳送鍵以快速傳送到另一個傳送點 可以拾取傳送點以重新部署 這招就是傳送技 跟夜路1技不請自來類似 但還是不一樣 夜路是丟一個傳送出去 然後人不管在哪裡都能傳送 錢博二則是放置兩個傳送點 並且在範圍內傳送 假裝我這個手槍是傳送點好了 阿他範圍坑他 這邊丟一個 這邊再丟一個 只要在範圍裡按下傳送鍵 就能相互傳送 至於兩個傳送範圍能多遠或冷卻多久 這還不清楚 不過這招足以讓他在點內活更久了 不論是擺脫敵人 埋伏都能有好的作用 如果範圍更遠 搞不好連回方都能傳送 但這就有點誇張了 再來XG To The Force 召喚強大 獨特 狙擊步槍 直接命中即可殺死敵人 殺死一個敵人會產生一個揮之不去的領域 減緩被困在其中的玩家 第一句 直接命中即可殺死敵人 可以想到殺傷力應該跟間諜一樣 並且狙完一個跟CG一樣會有緩速領域 等於狙完一隻拉掉都還可以 讓你多點時間可以拉酸或者逃跑 那這把大巨拉是個大招 等於你不用花4700買 對團隊整體經濟幫助很多 是個非常強的大招 除了階梯 也許這就是第二隻更適合玩狙擊的角色了 以上錢伯爾技能組 看下來就是個非常吃技巧的角色 上限非常高 像是技能內建的手槍和狙擊 你是否能把握住 陷阱的傳授你是否能騙過敵人 意識、觀念通通要有 說實話 從推出亞星卓開始 陸續的新角色都越來越忙 這也證明了特戰一豪需要更多技巧融入遊戲 如果一張地圖只需用到幾個戰術就能拿下 那我相信很快就會玩你 必須讓新角色、新技能來克制 挖掘出更多玩法 那這隻角色是不是Meta都還沒辦法確定 還是要等到實戰操作才好判斷 觀看技能組你有什麼樣的心得、想法 歡迎留言在下方 我們一起討論 沒意外的話 明後天也會公布下張通行證內容 還麻煩繼續鎖定乖愛子YT頻道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乖愛子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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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